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苹果击球的做法,学会了在家,你也是大厨。 第一步,准备一个苹果用包刀去皮。 给去好皮的苹果用挖球器挖成圆形的球。 挖球的过程中,我们的手要使劲地抵住挖球器,这样挖出来的球才会更加的圆。 挖好的苹果球先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备用。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块新鲜的鸡脯肉,用刀从中间一切为二。 再给鸡脯肉片成厚片。 片成厚片主要是为了一会儿我们更容易搓成球。 片好的鸡脯肉先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。 接下来我们开始腌制,放入一克的盐,少许的糖,再放入少许的蚝油。 蚝油不需要放得太多,放得太多,将出来的鸡片就容易咸。 再放入少许的胡椒粉去腌,打入一个鸡蛋。 再放入少许的葱姜水。 用洗干净的手给里面的调料一起抓拌均匀,给鸡片腌制一下。 让鸡片充分的吸收鸡蛋液和葱姜水,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嫩。 给腌制入味的鸡片再放入30克的土豆淀粉。 用手给土豆淀粉和鸡片一起抓拌均匀,给鸡片上姜。 接下来我们给上好姜的鸡片放入一碗土豆淀粉中,给它拍粉。 拍粉的过程中,大家可以看着我的手法,给鸡片捏成圆球状。 再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备用。 接下来我们给提前挖好的苹果球再拍一个粉。 苹果球在拍粉的过程中,一定要拍得均匀一点,这样炸出来会更加的脆。 接下来我们给油温甚至到四层热,下入提前捏成球的鸡婆肉下进去炸。 炸的过程中,我们要一个一个往锅里面放,不要一下子全部放进去,不然容易站在一起。 全程用四层油温慢慢的给鸡婆肉炸熟。 大约需要炸至四分钟。 再给提前派好粉的苹果球也一起下进去炸。 炸苹果球的过程中,我们可以把油温甚至到五层热,给苹果球和鸡婆肉一起炸到外脆里嫩的效果。 给大家看一下,颜色看上去还是非常漂亮的。 炸脆的苹果球后,鸡婆肉用漏勺给它捞出来,放一旁控油备用。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锅,放入少许的食用油。 再放入60克的番茄酱。 用小火给番茄酱熬出香味。 再放入30克的清水,给番茄酱一起调开。 15克的浓缩橙汁。 5克的白糖。 用小火给白糖后橙汁一起熬化。 再放入半勺炸鸡婆肉的热油一起熬进去。 接下来我们再给提前炸碎的苹果球后鸡婆肉一起倒入锅中,翻炒均匀。 翻炒的过程中,我们可以开大火,给汁收紧一点。 接下来我们开着装盘,给苹果球后鸡婆肉一起堆起来。 喜欢吃鸡婆肉的朋友可以试试这道菜,味道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 一道非常有特色的苹果鸡球,我们就做好了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